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据说今天可是奥特曼的纪念日 照光 奥特曼大使就给我送来礼物了 据说不仅能开出奥特曼战士 还可以开出专属战斗机 而且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相信光 但是这作为自身奥秘的我肯定没他问题啊 现在我们就来拆拆看 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这款盲盒呢 肥肌八款 上面看出了奥特曼关收人偶之外 还有战斗机 几张卡片 哇塞 这些卡片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抽到过的 快来看看第一包里面会是啥吧 哇 今天有这么多的东西 哦 这个奥特曼的胳膊是可以动的 哦 哦 哦 不错嘛 不如奥特曼 哥 罗索可是好兄弟 嗯 最后还有一个盾牌 和谐战士 盾牌上面是杰德奥特曼 哇 这个应该就是战斗机了吧 哇 加黄色的战斗机 这个地方可以发射炮弹呢 哦 还有一个蓝色的 这是一个小怪兽 这不是感软软糯糯的 嗯 别说 还不错 大家看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卡片 勾太超人的卡片 包机值十万七千 包机值十八万两千 咱们再来插一盒了 耶 哇 又是这么多东西 再来看这个奥特曼吧 嗯 手部同样是可以动的 而且腰关节也是可以前转的 哇 不过 这是哪个奥特曼呀 长这样 其实在哪里我妈 我都猜不出来了 小朋友们 它长这样 你们还都猜得出来 它是哪个奥特曼吗 算了算了不管了 再来看这个战斗机吧 哇 这个战斗真的是太酷了 我可真的是非常喜欢 这种战斗机呢 而且还是可以滑动的 同样 这里还有一个盾牌 哦 布鲁奥特曼的和谐战士盾牌 这样我们可以把它 别在腰带上 哦 还有一个卡片 这个卡片还挺酷的嘛 再来看这个 哦 又是一个怪兽 一二三 什么 它竟然有三颗头 哇 恐怖的太恐怖了 不知道这个奥特曼 能不能打过这个怪兽 嗯 继续继续 我们再来拆第三盒看看 哦 这个黑色的难道也是奥特曼吗 啊 原来是贝利亚 哦 不过还挺帅的嘛 这大手肯定就是真贝利亚了 耶 这个战斗机和我们刚刚拆的一样 是 还有一个怪兽 哇哦 哥莫拉 哇 它身上的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呢 嗯 感觉像是人鱼色 不过你的眼睛怎么回事啊 嗯 难道是不是奥特曼 你打成这样呢 哦 都准熊猫眼了 还有一张盾牌 哦 哇 又是一个怪兽的盾牌 是 之后 这张卡片 哦 什么呀 这个卡片我们刚刚拆的过呀 哼 小伙伴们 这块盲盒你最喜欢哪个 支持奥特曼的评论1 喜欢战斗机的游戏222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